驾驶各种车辆都会有视线死角 尤其大行车特别多 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事故 为了让小朋友在行经马路时能够更加注意 行政区公所特别委由 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设计关卡 在交通公园举办交通安全闯关活动 邀请大丰国小学童参与 让小朋友注意交通安全 从小乍根 所以我们让小朋友能够在这样的活动中 能够让交通安全的一个意识 都能落实在我们学校教育跟基础教育的生活中 这次的闯关游戏共有四个关卡 主要针对学童常见的交通意外 像是视线死角 穿越路口注意事项 交通耗制等进行教学体验 小朋友除了亲自担任巴士小小驾驶员 也学习汽车驾驶手势 并且骑车扭扭车上路操作 在志工人员说明指导下 学童们从中学习到满满的交通安全知识 就是转弯的时候 左手要伸出来 这样就能知道你要转弯 然后就是在大型的车辆的时候 不要靠近它 要离它远一点 要注意停看厅 过吗 如果不剩几秒的话就不要再过了 等下一个红绿灯 交通公园是新店区唯一一座 以交通为特色的主题公园 新店区公所去年争取交通部 道安工作计划经费补助 完成交通学习区改善工程 设置行人耗制 视野死角 入口标志标线 及耗制等多项互动学习设施 不仅身具教育意义 也趣味十足 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从小 就能够习惯这些交通的标志 跟交通的耗制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也跟交通部争取了一些经费 来做一些互动的邮据 跟互动的游戏 新店区公所期待 未来可以扩大参与年龄层 进一步针对青少年 年长者等事故高风险族群 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体验活动 借此提升市民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建立良好的用路习惯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